在娱乐圈混了很多年的人不少,但小刘嘉玲这种被小年轻们奉为真正的前辈,并与其以相应尊重道,却未必是圈里每个人都能做到。 所以按理说,刘嘉玲才是真正的娱乐圈前辈人物范文,不得不说,她在这个圈子时至今日,都还是挺有慰望的,出席各种活动,小年轻的演员们对她都是一副恭恭敬敬的模样。 最近刘嘉玲去参加某活动,在活动现场的休息室里,就出现了一行人有着刘嘉玲在走的画面,除了工作人员以外,其他人无论男性女性,纷纷跟在刘嘉玲身后,不敢挡她的镜头,也没人走在她前面。 这样的刘嘉玲,别说,还真的很有大姐大的派头,哈哈哈哈,气场简直不是盖的。 不过话说回来,刘嘉玲也是很敢闯啊,虽然近来人断似乎,有点比从前封赢了,但她根本毫不再怕的,竟然穿了一条标弹漏空裙。 同时小哥让人看得有点害羞,呢,她甚至还恨女王,一冲镜头打起招呼来,丝毫看不出她有一点点的露怯感。 所以,怪不得向来说到女明星的气场,就要把刘嘉玲拿出来做一次典范,这都是有道理的啊。 只不过,有些网友,似乎不怎么买账,竟然留言趁刘嘉玲年纪大了,实在不应该这么穿,管的可真不是一般的宽。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,刘嘉玲向来穿衣,都是属于大胆型吧,什么年纪不年纪的,她可从来没在怕的。 除了这次的露空透视群,之前穿低胸裙秀事业线,也不是没有过,而且还是五次散发的秀,管她什么旁人看法。 刘嘉玲根本不可以,也就前两个月,刘嘉玲都还在自信的挑战小心机身,V,戴点西装发型的小短时,搭配阳气,又有点岗位的短卷,状态简直年轻惨了。 提起刘嘉玲,可能很多人都好奇,她为啥年过五十了状态,依旧那么好,说跟她自信阳光没关系,谁信了? 也正是因为,自信阳光,她还感觉半生远离五妹马点的顾曼露这种角色,给掌心当姐姐,而不是货心在各种婆妈剧里,给这个野妈给那个野丈母娘。 所以,说什么年纪大了,都是鬼话,只有够自信,自信自然赋予你别样的光。 太üm quiet了,走参观看见,不ods就算ieren多一点。 太阳 他 太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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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